第1122集 叶晨整个人犹如狼入羊群一般 杀得昏天暗地 恐怖的爆炸声和惨叫声音 接二连三的宛如世间最动听的音乐 百姓王宫的弟子实力参差不及 有混圆境 河道境也有一些 只不过在叶晨面前都一个样子 犹如杀鸡宰猪一般 叶晨越战越勇 身上的衣袍被染成血红色 不过都是敌人的血液 血迹冲天而起 他宛如一尊盖世魔神 杀他个翻天地覆 百姓王宫的弟子苦不堪言 一步步的后退 这混圆境小子太凶残 太吓人了 不管混圆境也好 河道境也罢 统统一箭秒杀 在一旁的袁凯脸色越来越暗 再这样让叶晨杀下去 这些弟子非得死绝不可 这些弟子有一部分将来都是宗门的中流砥柱 哪怕他们是顶尖势力也造不住这种杀戮啊 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 所有弟子好撤 没办法 他只能这么做 本来他想着叶晨付出极大的代价才会让成渡死亡 这些弟子足够杀死的 谁知道这个小子不光在阵法中不被压制 更能越境杀敌 袁凯的话一出 百先王公的弟子犹如听见大赦一般 齐齐撤退 这样让叶晨杀下去 他们非得有心理阴影不可 这些弟子来得快跑得更快 转眼之间一个个都跑到袁凯的身后 清剑仙尊眼睛越发明亮 本来以为自己被抓住 必死无疑 谁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 叶晨竟然成长到了这个地步 这才几天 他发现叶晨的修为并没有太大变化 真正的变化来自一股力量 这力量似乎不朽 难道这几天叶晨又有了什么机缘 看来万剑地公和叶晨交好 绝对是最正确的决定 他已经想象到 只要叶晨不夭折的话 未来绝对能够在零五大陆 成为霸主级别的存在 甚至能够镇压一个时代 一想到这里 他的呼吸都有些沉重 镇压一个时代的强者呀 已经几万年了没有出现一个 零五大陆霸主的存在不少 但是谁敢说镇压一个时代 一个也没有 但是清剑仙尊在叶晨身上 看到了希望 现在混元境能杀造化境 若是突破圣人之境 那个时候谁还是叶晨的对手 零五大陆所有人都会被叶晨镇压在脚下 那个时候是真正属于叶晨的时代 你想要和百先王公为敌 可要想好后果 袁凯一个人站出来怒视着叶晨 见到叶晨没有说话 继续开口说道 这次万箭帝宫 不可能活下去 你要是和百先王公为敌 也就是在和三大顶尖势力作对 你的天资强大算得上妖孽 持续不了太久 到时候我百先王公的心窍 竟封门竟强者降临 你觉得你有还手的权利吗 袁凯看到叶晨的天资 有些心动 如果能够拉拢过来 哪怕死一些人也值得 武者好找 但绝世妖孽 整个零五大陆又有多少 袁凯的话 让清剑仙尊内心里面也是一紧 如果叶晨真的投靠百先王公 怎么办呢 见到叶晨没有开口 袁凯也不着急 反而耐心等待 他相信 叶晨绝对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没有人不想加入顶尖势力 更何况重点培养 一时半刻之后 叶晨突然笑了 怎么 你笑什么 是不是准备加入百先王公啊 袁凯认为叶晨已经同意 甚至内心都在想着 如何让叶晨拜他为师 我笑你 白日做梦 就百先王公这种垃圾势力 也配让我进 白给我都嫌弃 叶晨至始至终 都没有想过加入百先王公 只不过在拖延时间 恢复一些力量 百先王公的名头 还压不到叶晨 袁凯整个人勃然大怒 这不是在细耍他吗 加入百先王公使他的荣幸 还免费给他都不要 请见先尊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不枉他当初做的决定 哈哈哈哈 你百先王公在我叶晨眼里 犹如垃圾一般 从今日开始 我叶晨便和百先王公开战 叶晨握紧血魔剑 剑指袁凯已经表明态度 这就是他叶晨的态度 顶尖势力又如何 别人惧怕他根本不会胆怯 若是叶晨害怕这些势力 也不会在西域闹得翻天地覆 啊 你个小畜生 欺杀老夫 袁凯怒火燃烧 一双眼睛冲鞋怒火忍不住地冒出来 这个小畜生真该死了 不杀他势不为人 所有造化镜出手 灭掉这个小畜生 袁凯一开口 整个虚空之中 一道道身影闪现出来 暗中五名造化镜的强者 一瞬间出来 他们一直隐藏在暗处 本来一名混元镜垃圾来救人 他们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认为程度一个人就能够解决 到最后程度死亡 一群弟子出手 他们认为 叶晨肯定活不下来 谁知道接二连三的震惊 让他们不得不重视叶晨 叶晨整个人的眉头紧锁 五名造化镜强者带来的气势 让他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百先王公铸留下来的势力 怎么可能只会留下这几名造化镜强者 五名造化镜强者 没有多余的废话 一起出手 在一旁的袁凯冷眼旁观 五名造化镜强者 叶晨绝对活不下去 五名造化镜强者还没有靠近 不过已经让叶晨感受到 恐怖的压力 若不是凭借着不朽神体 他现在的肉身早就已经坚持不住 叶晨拿出十柄核道神器和三柄时空之气 怒吼一声 千兵爆 整个虚空嗡嗡作响 甚至出现一丝丝的裂痕 恐怖的气息弥漫开来 让人望而生畏 爆炸的声音 让百先王公的弟子 发出痛苦不堪的惨叫 甚至混原镜的舞者 直接被震死 哪怕核道镜也是拼命的抵挡 耳膜都在不断的流血 叶晨一口血水喷出来 整个人的脸色煞白 他的神魂之力一下子受到冻创 爆炸的声音连绵不绝 但是 叶晨心里清楚 想要杀死五名造化镜强者 根本不现实 血龙虚影 出来 一道龙吟响彻 苍穹之上瞬间出现一条血龙 血龙俯视凡人 披靡天下 血龙瞬间来到叶晨的身前 死死的守护 五名造化镜的身体上面 都流着血液 看到叶晨的一瞬间 再也忍不住 冲杀过去 小畜生 给我死 千兵宝虽然没有炸死他们 不过也让这些人受到不小的伤势 被一个混原镜炸伤 耻辱啊 这些造化镜强者 不管不顾 一个个神通打在叶晨的身体上面 血龙浓重的血气覆盖一泻 仿佛形成了一道护盾 死死的笼罩在叶晨的身前 这一刻 叶晨的肉身得到极大的增强 不管不顾 犹如薄命的气势 疯狂地冲杀过去 一人一龙 携带着滔天之势 伴随着一声龙吟 血龙虚影冲到一名造化镜强者面前 张开嘴巴 咬住他的手臂 臭声 给我死 造化镜强者吃痛的怒吼一声 一巴掌拍在血龙虚影的身体上面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血龙虚影龙危一早 危陈八方 固然血龙虚影强大 但是面对这么多被压制的造化镜强者也难呢 几名造化镜强者的神通 直接打在叶晨的身体上面 让叶晨不断后退 如果不是不朽的身体 叶晨恐怕早就血肉模糊了 一人一龙 抗衡一切 血龙虚影终究是一道虚影 实力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承受住造化镜强者的力量 他直接撕裂了一个造化镜强者的手臂 在撕扯下来的一瞬间 血龙张开锯嘴 一片片龙鳞竟然吐了出来 带着燎原之势 一片片龙鳞带着恐怖的气息 宛如一兵兵利刃 飞射而去 那名造化镜的强者 本来就被叶晨的千兵豹炸伤 更是失去一条胳膊 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条龙鳞早就已经在轻壳之间落下 每一片龙鳞都像是一柄绝世神器一般 刺进这名造化镜强者的身体里面 顿时之间没有了声息 这龙鳞和这小子有关 只要杀了这小子必然消散 四名造化镜强者一看 纷纷使出了最强的攻击 现在在场的任何人 都不会把叶晨当作混元镜来看待 刀光剑影落在叶晨的身体上面 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 叶晨只能不断硬扛和杀出邪露 一双星红的眼眸 犹如地狱里面走出来的恶魔 血气十方术 他怒吼一声 整个人的肉身直接增强二十倍 这来自于妖圣秘境中得到的秘法 不过也给他的身体带来一定的负荷 现在他目前的状态必须要尽快解决 要不然血气十方术的后遗症一爆发 到时候他根本无力回天 血魔剑握在手中 无尽魔剑出现在他的背后 血液顺着他的身体 留在地面上 我记得别人了 まず痛快